字幕志愿者,李宗盛 雖然世事常變 但我們深信 你重視的一切 是不能輕易放棄 AIA真生活,真夥伴 找房間找對方,不用等完飯 美聯志幫你 買…買…不斷買,買完回去 擺放到過期就要丟掉 吃得完才好買 吃得完才好捱 食物這麼珍貴,切物浪費 做人要懂得吃,千萬不要浪費 別做大浪費,懂得吃,餵香港 Amazing Summer,混成狂野心跳 今個夏天,隨著節拍,瘋狂起雄 明珠台,高呼夏日萬歲 日到中華麗影的時間 今年內地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 但有大學要求畢業生 與企業簽訂假合同 以提高畢業生就業率 有學生說自己是被就業 小碎是遼寧大連一間藝術學院 播音主持專業畢業生 他三個月前就收到 學校發的高校畢業生就業協議表 學校說要在畢業前自行填好 否則後果自負 小碎透過親戚找到一間民辦幼稚園 在就業協議表上蓋章 表示願意接收它 再拿到大連市 就業服務中心蓋章確認 之後將協議表交回學校 由於江西一間大學 學土木工程的不同學 亦都有同樣的情況 要想辦法找一間企業 簽一份臨時就業協議 實際上我們是不會去那裡的 因為我們只是為了應付學校的要求 然後就是學院領導 還有就是班級的班主任 他們一般都會說服一些同學去找一些關係 她說如果不簽就業協議 學校就不准畢業 有大學老師說 必於無奈才這樣做 因為學校將就業率 作為考核老師的指標 直接同獎罰掛勾 針對這種現象 教育部日前發出通知 要求各地高校進行專項核查 認真審核就業協議書 防止弄虛作假 出現灌水的畢業生就業率 無線電視記者葉星站報導 台灣嘉義一棟民居 牆壁居然生長出百年榕樹 形成樹屋共存的奇境 一齊看看 外表普通的住宅 側面一看才知道大有玄機 一層和二層的場面 居然分別生了棵榕樹 有翠綠的葉和細長的根 走入屋看看為什麼 地上真是有粗壯的樹幹 三個分枝向上延伸 直接穿透場面 這種樹屋共存的景象 在這裡已經存在超過30年 屋主說棵榕樹就有百歲的歷史 原來榕樹最早還在室外 三十多年前 屋主要起樓 發現坡百年榕樹 在地方鄉新建議下 決定保留棵樹 沒想到這個奇特的建築方式 不單止不會漏水 樹蔭下還意外成為了聚會的場所 凝聚了居民的感情 無線電視記者張曉明報導 上海有巴士司機行車途中 突然腦出血 在雲島之前 堅持將車安全停在路邊 乘客幫忙搶救 直到救護車趕到才離開 入閉路電視畫面見到 巴士司機樓先生 當時不時用手戳自己的頭 和面部 他的雙手也出現了麻痺現象 意識到身體出現問題 司機堅持將車停在路邊 打開車門給乘客下車 一乘客發現 司機身體不適 即時替他急救和報警 說是中暑了 然後那人讓我老婆去拿個扇子給他 他給他扇扇扇扇扇 扇了一會兒看不起作用 就打了120 那個男孩挺好的 男孩就說幫他沒藥 我們進去拿了一瓶水 救護車趕到現場之後 馬上把劉先生送到附近的醫院 醫生說劉先生腦幹大範圍出血 現在情況相對比來的時候稍穩一點 但是因為他出血的部位很不好 所以這個病人的癒後是很差的 無星電視記者吳惠英報導 這一集中華麗影報導員 互動新聞台全日緊貼股市行程 財經報導 逢港股交易日五間及收市後 消化市場消息 預測大市走向 我們一會兒是整體業人士 跟他們分析一下後市 由專業人士綜合分析市況 如果油腳落 就對傳統的石油股 就比上不令人 提供金融工商界資訊 掌握先機 今年以來大約七成的社會融資 流入房地產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 互動新聞台財經報導 世政盃最後決賽王者誕生 顧拉圭密集積防守 完美凍結法國戰投 激戰百二分鐘 射十二馬,定生死 四輪互射 法國全眾瘋狂 加納大打進攻足球 官場遙遙領先 伊拉克完全無力招架 世政盃格鬥連場 今晚深夜12時3時 翡翠台 沒了汗味 沒了汗味… 納米落洗衣液的超高濃度配方 連污漬和汗味都不能留下來 用一小蓋就洗完整機衣服 潔白物語,納米落洗衣液 尖… 尖得乾淨 尖得柔軟 尖得舒服 色齒味的尖頭刷毛 擦得乾淨更好舒服 詩和色齒味擦 當我知道自己患了癌症 作為醫生,我很清楚要面對甚麼 做檢查 化妖 定時食藥 治療 但想不到病 對自己和家人的情緒有這麼大影響 AXA安靜 為你打開健康保障新一頁 全港首創的癌症治療保障 除了醫藥治療 還包括心理和情緒輔導 我們相信 健康體拍 由堅強以致開始 AXA安靜引領新標準 現在投保癌症治療保障 有機會獲享五年補費折扣 快點和你的理財顧問談談 芝曼尼全新演繹 專業訂造梳化專家 最別出心裁的梳化設計及精巧工藝 和百款梳化設計 都可以視乎個人喜好 學生訂造梳化尺寸及座感 隨意配搭免料及顏色 特意你獨一無二生活品味的梳化 芝曼尼 刮腳的鞋、敏感的耳環 不再忍 那幾天濕門的感覺 都不可以接受 要對自己好一點 Cotex Vice獨創3D超爽圈 旋風式速級 有助集中導入,旋跡剛爽 要求高一點迎接超爽回到我 Fight 假食物,真正良心製造 Mika 真甜 美味 日本之旅,同人開心炮製 整個旅程有甚麼最感動 就是阿蘇不罵人 不用工作,真的不用上班 自家游,初體驗,阿蘇出家 星期三晚九點半,J2 雙菜,一點酸,一點辣 一常難以望懷 靠山食山,天然食材 原汁原味 秉承傳統,遊合創意 衝擊視覺味蕾 一段屬於雙菜的美食傳奇 相當穩味 星期六晚十一點,翡翠台 太子珠寶鐘錶特略 瞬間看地球汽油 太子珠寶鐘錶 及寶柏 贊助播影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原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新闻 我是平言道 第二届中学民平市今天放榜 今年有二万八千多名考生 考获入读本地大学的最低资格 大学位有限 平均2.2人差一个学位 另外现代书院有二十三名考生 在中文科校本平核被发现抄袭 被取消成绩 先看看这宗抄袭事件 现代书院在夜晚发表声明 证实抄袭事件和学校有关 考评局说23个涉及事件的学生读不同班 他们的校本评合报告是由同一个老师评分 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网上的资料 搬自过止地去到报告里面 无按考评局的要求注明出处 考评局收到老师的评分之后 按程序抽样本 用防抄袭辨认系统检查觉得有可疑 之后再抽取更多的样本检查 揭发学生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内容抄袭 这23个学生被取消中文科的成绩 由于本地大学的入学要求是要计算中文科的成绩 换言之他们都升不到大学 经我们核实 我们发觉了它是牵涉到抄袭的 而学校的老师没有惩署它 那就是考评局会在提交分数之后 我们按我们的要求去提交给工学考试委员会去处理这些个案 现代书院就在声明中解释 说有关的中文科老师在收到学生的校本评核之后 发现有学生怀疑抄袭 曾经要求他们重做 但仍然有学生没有来到 于是给了一个抄袭的评分 其他的个案就因为证据不足 交给了考评局处理 之后校方收到考评局的通知 而校方调查之后 认为这名老师处理的方法有不足 这名老师和分校的校长已经被暂停职务 现代书院对事件深表遗憾 日后将会设立多重的审核机制 校本评核是按考生校内的功课和表现 经老师评分之后呈交考评局 以中文科为例分了做必修和选修部分 加上占总成绩的20% 今次发现违规的是选修部分的评分 除了现代书院的个案 另外两宗校本平核的抄袭个案 分别涉及通识科和历史科 有三个考生违规 相关的科目成绩被取消 无线电视记者尼泊龙报道 至于今届中学文憑市 有九名状元考获七科五星星级成绩 今年有82,000多个人报考中学文憑市 四男五女考获七科五星星 比去年多四个 另外有76个人考获五科五星星 要入大学 最低要求是中英数同通识四科必修科 拿到3322的成绩 今年就有28,000多个考生考获资格 比去年多1,800多人 但本地学士学位只得大约13,000个 即是有15,000多人考获入大学的资格 都未必升到大学 平均大约2.2人差一个位 不要忘记今年我们的确多了一些自修生 他们都有一部分考多过四科 所以他们也得到3322的成绩 不过不要忘记3322基本上是一个入场券 就是说你是有这个资格 你有这个成绩你就有资格去申请 但是申请的个别的课程的时候 其实个别的课程 他们已经